防疫旅館人員利用空檔時間整理空房 10月13號隨著邊境解封 防疫旅館也會跟著全面退場 交通部觀光局祭出一次性補助 每間房5000元 業者表示防疫旅館要回歸成一般旅館 不只床墊 棉被 地毯等家具都要換新 位於設備還有冷氣管線也必須全面翻修 花費至少1000萬元起跳 觀光產業國際行銷協會理事長表示 每房5000元根本就是杯水車薪 連換個床墊都不夠 但要轉型回一般旅館是一項浩大工程 舊林醫師都表示若是沒有處理完善 將恐怕造成嚴重的交叉感染 因為旅客來源更加的混雜 造成更多的交互感染的一個問題 那其實從現在開始就是 我們要著手去準備的一個工作 那這個工作其實是不能省 外界也關心防疫旅館定在10月13號退場 但是如果是12號才入境的旅客 還在實施3加4的政策 防疫旅館只能住一天就會被迫離開嗎 觀光局表示10月12號才入境的旅客 防疫旅館一定會服務到最後一天 不會提前要求旅客退房 但是對防疫旅館業者而言 在下個月即將面臨的轉型期 所耗費的成本恐怕不小 記者楊視區翁家瑜台北 才能報導 接下來科普一下 這個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感染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 可以乾脆把生成機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 好